好可憐 没椅子可以住 只能坐在阶梯上 接到喷药通知单全家出动 把家里面给包起来 橱柜包一层塑胶膜 楼梯栏杆杆也贴起来 镜头转过来 看到座椅也通通包起来 就连电视墙壁全都贴 为了登革热喷药 全民总动员 这家更夸张 直接把客厅沙发封印 厨房流离台也贴起来 贴到毫无缝隙 民众想到就好崩溃 还要拆掉 还要擦 还要就是麻烦这一点 你贴也没办法说 百分之百完全都不会 里面的东西都是干净的 还是要整个擦过 为了喷药裁贴塑胶膜 要做前置工作 有的要买塑胶膜买不到 喷完之后麻烦更多 很奇啊都要赶快去买 去乎都卖光了 客人造之要取消预约 那一天当然会有损失营业 感觉是一整天是没有办法营业的 一个月内有两次 真的是平反了 室内室外都要贴 人也要远离 讽刺这下里外都不是人 台南登革热确诊破万 全台最高 重电面积也是全国第一 余温空地都有光电板 底下却是杂草丛生 被质疑恐怕是引爆 登革热的最大元凶 自己这处太阳能光电厂 就有好几处积水又长蟲 谁来管 太阳能光电板真的还并没闻资深吗 但惠生局反驳说光电暗场大多在郊区的沿滩地以及农地 土地盐分高 就算积水并没闻也没办法生存 纵使如此 让光电厂成为杂乱的三部管地带 谁能保证跟登革热 没关系 记者刘诗志业政与林智慧 台南高雄综合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连赞首日的金城 五点都还下着绵绵细雨 速滑改 速澳端 南下车潮已经开始涌现 一度回堵大约三公里 警方及翼角在现场指引 预估中午过后 拥塞状况才会逐渐舒缓 而在国一湖口之新竹路段 路上车辆走走停停 湖口休息站 满满的停车阁都被占据了 另外在国一南下张花路段 车流更是宛如乌龟般 时速大概只有37到40公里 其实是以南向的车流为主 因此在西部国道的部分 建议是在中午十二点之后出发 来避开车潮 另外在国五的部分 上午的车流已经逐渐出现 那建议是在下午五点之后出发 高峰局预估 尖峰路段行车时间 恐为平常的五到七倍 平日车流量将累积 一百二十三百万公里 而对于廉价首日车流 交通部长王国才乐观看待 中秋廉价 那这个车辆跟去年差不多 大概是平常的一点四倍 短路线的这个塞车 通过就好 国道一早就陆续涌线车潮 民众不辞辛劳 就是为了团圆 渡中秋可以赏月 而气象局预报 今天全台以中南部地区 赏月指数最佳 今天的赏月在北部 还有东半部地区 可能游量比较多 中南部地区 虽然在中午过后 可能会有局部的 短暂雷震雨出现 但是到了晚上之后 预估云量就会逐渐散去 中秋廉价开始了 建议民众若要出游 最好善用替代道路 避开赛车尖峰时段 以免在路上浪费美好假期 接着台北中的报导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街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喔 七彩烟火升空战棒 苗栗通宵街头 炮声隆隆热闹满滚 白沙屯共天公建庙 一百六十周年 活动到达 重头戏 两千尊分林 有宫妈祖神像回娘家 云林北港妈也首度到 同宵做客 拱天公三妈 一早就到慈后宫 与北港妈会合 双妈跪 队伍在头部走向拱天公 沿路相登角和信徒跟随 成千上万人 阵仗惊人 场面盛大 拱天公欢庆建庙 一百六十年绕进大场面在线 一连三天活动 射逢中秋假期 信众共襄盛举 更是热闹无比 记者中正神王 居姐王世涵苗栗 采访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 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